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 大家好,我是宋忠平 今天我读报 今天的国际剧教我们继续关注俄乌军事冲突 各位朋友,今天是俄乌军事冲突180天,6个月了 我们已经陪大家度过了6个月 我们来看相关的话题 文汇报就指出 俄罗斯指控乌克兰军队使用生化武器来针对俄罗斯军人 而且查出了相关的B型肉毒毒素 但是作为乌克兰方面的话是坚决否认 说你是吃了不该吃的罐头 比如过期的罐头里面似乎也含有这种东西 所以是不是有一方使用了生化武器的话 从目前来看的话 俄罗斯说我掌握了证据 我将会提交给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让他们来看一看 但是我们知道在目前的这种国际大环境下的话 俄罗斯提交的任何证据 其实国际组织包括国际社会在西方的操控之下的话 未必相信 再来看 克里米亚又遭遇到了连环爆炸 这里面是无人机 那么无人机对克里米亚相关的军事设施 甚至对塞瓦斯托布尔总部进行攻击 表明乌克兰要在俄罗斯的后方打一场游击战 那么这些事情恰恰表明一点的话 俄罗斯的后方确确实实需要做到的是维稳维安 包括泽连斯基也呼吁 马上到了乌克兰的独立日 8月24号 也希望要做好警戒 担心俄罗斯会报复 那么如果举行庆祝活动的话 俄罗斯不会报复 因为这种报复的话将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也将会让俄罗斯在国际社会里面难以自处 联合早报经济日报里面提到的是核电站的问题 和相关的无人机的问题 这里面就指出 俄乌军事冲突如果蔓延到核电站的话 将会导致核灾难一触即发 而且不仅仅是我们所提到的扎波罗热核电厂 现在在乌克兰的南部核电厂 可能也存在一定的隐忧 因为乌克兰国内一共有四座还活着的核电厂 这些核电厂如果被攻击的话 将会对乌克兰乃至整个欧洲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你看俄罗斯就指出遭遇到无人机的攻击 显示乌军有能力发动远程打击 这种远程打击能力 其实主要靠西方国家来不断的援助无人机 包括土耳其也不断的在援助TB2这种无人机 来执行远程的打击能力 包括你像独立报也比较担心会爆发核灾难 这个核灾难就类似于切尔诺贝利 类似于福岛核电站 那么这些核电站爆炸的等级 事故的等级是达到了最高级 达到了七级 对人类将会是一个悲剧 来看文汇报的消息 普京外交政策的推手 谁呀杜金 杜金的女儿被杀 那么杜金的座驾被炸 实际上这个杀手应该杀的是杜金 而并不是要杀他女儿 而且就把炸弹放在了驾驶位置的下面 这个威力也比较大 所以导致杜金的女儿是当场被炸死 那么究竟是谁干的 而且杜金这个人本身和普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可以号称是普京的外脑 外脑的意思就是智囊中的智囊 大家来看这里面有一幅图 这就是杜金所指定的 就是要把乌克兰一分为二 也就是要把乌克兰的东部完全被俄罗斯拿走 那么究竟是谁干的 至少乌克兰来看的话 现在已经是坚决的否认 说对不起这不是我干的 但是俄罗斯新闻发言人扎哈罗瓦就指出 如果查明是乌克兰干的 那么这将是恐怖袭击行为 这里面其实我们不得要明白一点的话 就是有三种人可能会干这种事情 一个就是俄罗斯国内的反对派 这个其实可能性比较低 还有就是乌克兰安全情报部门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他们都有可能制造了这样一起炸弹袭击事件 来看看下面的消息 来自于美国之音的消息 联合国就指出 美国为饥饿地区购买大量乌克兰的粮食 只要这个粮食便宜的话 当然可以买 然后援助给其他一些受饥荒影响的国家 俄罗斯现在又在打能源牌 说现在要把管道暂停 三天时间来作为维护 但是这三天时间 对于欧洲的很多国家来讲的话 真的是度日如年呀 还有就是联合早报就指出 美国又宣布7.75亿美元 对乌克兰的援助 首次提供的是防地雷装备 防地雷装备实际上就防伏击的装备 其实各位朋友啊 一旦美国说援助多少多少美元 多少多少亿 多少多少十亿 而且是有灵有整 这就是不可信的一种说法 因为美国援助的都是一些淘汰的 二手的武器装备 这些武器装备本身不能够用价值来进行衡量 说是7.75亿 如果能够砍一半值这个钱 就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美国为什么不断地要加大 说这个数额 这个牛皮吹起来 未来可以让乌克兰来还钱 你再看一看 其他一些国家援助武器装备的时候 只说我援助了多少辆导弹车 援助了多少个坦克 这才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说明美国是非常非常不实在 总是拿一些拼凑出来的数额 来让泽连斯基认为 我欠你很多呀 联合早报说一说G20 印尼外交和G20大战 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在这次G20峰会上 将会创造很多的第一 包括普京 你看俄乌军事冲突还没有结束 普京非常非常有可能参加 那么普京要参加的话 美国就指出 泽连斯基也应该参加 这就表明这一次G20峰会 将会发生严重的分裂 还有一点的话 就是印尼作为一个世界大国 希望在这样一个舞台上 能够展现自己大国的实力 所以印尼总统 左科才会不断的去穿梭外交 来确保这一届G20 办成一个成功的大会 但是难呀 为什么分歧很严重的 我们来看下面的消息 李显龙就指出 在亚太地区 现在有太多的博弈 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博弈 新加坡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不选边站 避免卷入对自己有好处 而且你看台海的形势 比较紧张的状态下的话 菲律宾最好怎么办 菲律宾还是学一学新加坡 不要选边站 但美非军事同盟的话 将会赋予菲律宾帮助 美国来协防 美国也会帮助菲律宾来协防 这样的话会把两者捆绑在一起 那么丹麦电视台八分半 台海危机专辑 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 透露出来这样一个同化王国 其实并不同化 而且也在中国的台湾问题上 说三道四 我们来看下面的消息 这个消息来自于旺报 解放军在闽南跨周夜训练 那么中国大陆是高调宣传 其实高调宣传所宣传的 都是你能看到的东西 允许你看到的东西 真正的军事演练 你是看不到的 这才是最核心的 另外再来看一看 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州长 又跑到台湾来窜访 解放军呢 也在进行相应的军事演练 这个所谓的州长呢 现在要会晤蔡英文 而且还将会考虑和 半导体企业和其他 比如台积电要进行会晤 为什么 想拉这些厂家 到自己的州内去建个厂了 投个资了 其实都是出于自己的考虑 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的话 这是完全违背一中原则 也是中国政府将会坚决反对的 好了 国际速报 我们一会儿接得了 下面再来看一看香港01的消息 韩国对中国的半导体芯片出口 升了多少呢 12.4倍 20年来最大的征服 另外呢 你看韩国的报告就指出 对华出口的风险激增啊 因为过分依赖中国的市场 中国驻韩大使就指出 所谓的限韩令是子徐乌有的 完全是不存在 其实这里面我们要明白一点的话 半导体芯片向中国出口 韩国是挣得盆满钵满 这就叫贪了便宜还要卖乖 为什么 中国是韩国最大的半导体出口的市场 结果现在又要限制 向中国大陆来出口半导体 到底谁的损失更大 所谓的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其实也是因为 韩国对中国市场 相对来说这个准入的门槛比较低 那么美国要想 让韩国进入其市场的话 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不仅仅是韩国 连日本想进美国的市场都很难 那么文在寅是不是也难逃出 青瓦台的魔咒呢 因为现在韩方的检查机构又开始突击搜查 总统的当案馆呢 所以之前你看 所有的韩国总统几乎没有一个 下台就进监狱 下台就被调查 文在寅是不是也会如此呢 其实文在寅在台上的话 其实也得罪了不少人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 看一看是不是这个魔咒能够逃避啊 韩美即将在下半年举行联合军演 已知自由卫士军事演习 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必然会对朝鲜有强烈的刺激 既然你进行军事演习 对不起我会进行大量的导弹实验 我甚至也不排除进行下一次的核实验 其结果是什么 东北亚不安全 东北亚将会更加更加的紧张 而且整个东亚地区 也将会因为美韩的军事演习 出现更多的紧张态势 在文战营时代的话 至少还奉行的是阳光政策 但是尹西约时代的话 就打破了阳光政策的之前的承诺呀 下面再来看一条消息 还是说到朝鲜半岛的消息 朝鲜媒体就指出 金正恩完成了核武大业 在过去十年 我们不得不说 金正恩带领之下 朝鲜的核武和导弹武器 其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而且取得了长逐的进展 像韩国这样一个国家 比较强大 美国支持 也不能够在弹道导弹技术上 取得什么样的突破 而朝鲜现在已经取得了 在高超音速导弹上的突破 而且完成了 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 其实确确实实 朝鲜在各种制裁之下 能够取得今天的成果的话 确实是很不容易 那么再来看一看日本 日本将会部署 预千枚导弹 射程将会达到中国 以及中国的台湾 那么部署所谓的 远程巡航导弹 其实大家明白 远程导弹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作为弹道导弹来讲的话 远程导弹的射程 必须得是在5000公里 以上才能称之为远程导弹 作为巡航导弹来讲的话 3000公里就是远程巡航导弹 巡航导弹一般来讲 是不可能有洲际弹道导弹 因为它的飞行速度太慢 所提到的千枚导弹 其实这只是一个虚词 千枚导弹意味着 日本将会量产 批量化生产这个导弹 按需生产 并不是说我要生产1000枚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那么这所谓的千枚导弹 部署在哪呢 部署在日本从美国引进的 新型宙斯顿战舰上 包括你像日本 在今年的秋天 将会彻底强化防卫力 也就是安保战略 将会进一步的修改 这是来自于 共同社的相关消息 看一看那个岸田文雄 比较积极的外交 也比较主动的 去做任何事情 结果现在呢 是确诊了新冠肺炎 那么怎么办呢 月底之前 所有的访问不得不取消 包括去非洲的访问 不得不取消 还是好好的休息休息吧 不要再让日本 集体向右转 转得越厉害 那么作为日本 所带来的自身的风险 就越大呀 下面再来看一个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长 邵伊谷就指出 俄罗斯国防部 已经开始批量生产 高时高超音速 巡航导弹 它的速度是达到 九倍音速 九倍音速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每小时 能够跑九千公里 另外再来看一看 俄罗斯国防出口工业 在最近举行的论坛里面 签约3.9亿美元 其实俄罗斯武器装备 这次卖的真的是不怎么定 一共就签了两份合同 而大宗的合同 其实是俄罗斯国防部签署的 也就是在俄乌军事冲突里面 俄罗斯的武器 看来表现的不是那么好 所以国际市场 对俄罗斯的武器 也就颇有威慈 就像在海湾战争的时候 当时美制的武器装备 是大放异彩 所以海湾战争之后的话 美国的武器装备 像学片一样 订单都来了 但是如果俄罗斯 在俄乌军事冲突中 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个时候才能够用实战来证明 俄罗斯的武器装备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实战是检验武器装备 优劣与否的唯一标准 明报看看 美国政坛是文斗也好 武斗也好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不希望 特朗普卷土重来 再来竞选2024年的总统 所以拜登现在恐惧到如此地步 尽管他说 我根本没有要求司法部 做任何的事情 但是作为美国国内的老百姓 包括很多政客 他怎么可能会相信 你没有要求司法部 去做什么样的调查 所以美式的民主 在受考验 这不是民主 这其实也是服务于 其自己的政治 所以我们能看得出来 特朗普其实对自己有劣势 也有优势 劣势的话就是可能会遭遇刑制调查 优势的话就是既然遭到迫害的话 就需要把这种迫害 来形成一个反作用 来让拜登在这个问题上是吃不了 兜子走 南华早报 法广的消息 美国国会参议员又推法案 禁止中国的国企购买美国的农地 看到了吧 也就是对中国的威胁 担心可以说达到了 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那么英国现在最大的港口 现在罢工 罢工八天 一共有1900多人都来参与 这本身对于英国 本来就已经日益紧张的供应链 将会添加更多的紧张 所以导致的是什么 导致的是通胀 将会是越来越严重 那么现在俄乌军事冲突 还在举行期间 那么这种通胀的压力 会让英国的老百姓 将会越来越反战 包括在欧洲反战的情绪 也将会越来越高涨 随着冬天的到来 这种反战的情绪 将会越来越大 这个世界不仅仅是 人类社会不太平 天气也不太平 冰火凉重天 我们来看一看 世界日报的消息 世界六大河流是干涸 着急 包括你像什么 长江了 多脑河了 莱茵河了等等 这些河流都出现了干涸 而且你像欧洲的这种干涸 却导致多脑河里面 有很多二战之中的沉船 最后露出来了 这样的话 将会严重影响的是 航运的安全 当然水都已经快干了 也不存在所谓的航运 那么作为这些沉船 出现之后的话 又存在很多的问题 到底是怎么办 里面还会有一些爆炸物 所以干旱所带来的 一些衍生的后果 也是比较严重的 联合早报和大公报的消息 新加坡政府将废除 377A条款 也就是要修宪保护 一男一女婚姻定义 但是有一点的话 也废除歧视同性恋的旧法 那么新加坡在这个问题上 有自己的考量 那么在很多问题上的话 世界各个国家 对同性婚姻 也都有不同的规定 好了 广告之后继续读吧 中华聚焦 我们关注干旱 现在全球范围内 遭遇到了干旱 不仅仅是其他一些 欧洲国家 美国 包括中国 现在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来看经济日报就指出 现在在中国国内 高温红色预警维持10天 8个省都超过了40摄氏度 可见这个温度之高 现在已经是8月底了 所以这个持续高温 究竟要持续多长时间 你像四川呢 由于这种高温 不得不限电 把限电延长5天 那么上海呢 外滩的警官 也不得不把它关掉 也是为了限电 在这种状态下的话 需要保证的是 居民的民生用电 需要保证的是工业用电 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 星宝日报里面 就提到了一个乐山大佛 相信各位朋友 去乐山大佛的时候 也经常会看到 就是这个大佛的脚 是泡在水里的 但是现在来看一看 这个大佛的脚 现在已经出来了 不再洗脚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干旱 水位在不断地下降 而且由于四川限电 你看很多充电站 也不得不停运 来确保把电用在民生上 用在一些关键的位置 那么文汇报里面 又指出一点的话 现在内地多省市是 抗旱保秋粮啊 而且马上就到秋天了 实际上已经立秋了 那么现在超过 三千万亩的耕地受汗 部分已经出现了绝收 那么对于粮食安全来讲的话 是至关重要 所以要抓紧时间 来抗旱保秋粮 这个是至关重要 下面再来看一看 经济日报的消息 那么中国内地的经济形势 未来将会持续地看好 你看百名经济学家呢 在差评和好评中 就给中国的经济赋予了好评 但是又不看好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现在基本上 还是保持的是差评 为什么保持差评 一方面的话就是 国外的通胀 现在是非常的严重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疫情到现在 其实还没有停歇的迹象 再加之俄乌军事冲突 所带来的衍生效应 包括通胀 包括难民 包括一大堆的事情 导致世界的经济 出现的问题又比较多 那么现在在全球范围内 一个关键词就是战乱 这种战乱所导致的是 世界经济怎么能好得了 再加上气候变暖 气变问题又没有人关注了 你觉得这个世界经济 能好到哪去 可以说中国的经济 这边独好 再来看一看关于房地产 内房的销售并不是太好 那么作为央行来讲的话 有可能会继续来减息 减息的目的也是 刺激大家更多的来买房 那么你像有一些地方政府 一天就有三招来救楼市 毕竟楼市对于中国的经济 来讲的话至关重要 尤其是不能允许烂尾房的事情 频繁的发生 这个对中国的楼市 将会有更大的影响 包括你像有一些地方呢 三个省会城市就推出来了 以租换购 就是租赁的方式 那么也是为了稳楼市 主要的就是要盘活空置的住房 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的紧张 这都是为了救经济的一种重要的体现 再来看一看关于疫情的相关消息 疫情现在已经跑到了高原 跑到了青藏高原 你看西藏是两周确诊就已经破了5000 其中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在西藏 我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拉萨 去没去过西藏的其他地方 高原的血氧量比较低 血氧量比较低的话 对于治疗新冠将会带来一定的阻碍 这是一个医学的常识问题 所以在西藏地带要进行防范的话 有一定难度 但是相信这种难度是可以进行克服的 好了中华速报 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下面来看这个消息 来自于大公报和旺报的消息 中国的数字经济百强出炉 腾讯现在是排在第一 阿里是排在第二 而且你向上榜的企业营收近十万亿 贡献占到GDP的十分之一 而且各位朋友要明白一点的话 作为这些百强的数字经济企业 也为就业提供了极大的机会 因为现在从整个就业环境来讲的话 这些互联网企业能够解决大量的就业问题 包括他们的衍生的一些平台项目 也能够解决大量的就业问题 这个对于中国的稳就业稳经济 也能够带来比较大的好处 这是我们和大家谈到了数字经济 可能大家提到了元宇宙 元宇宙其实也是数字经济的一部分 但元宇宙并不是哪家企业 都能够做到的 如果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企业 告诉你他要搞元宇宙 对不起 这是一种套路 这是一种概念 未必要相信他能够做得了元宇宙 元宇宙从技术的角度来讲的话 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随着6G的不断普及的话 元宇宙才能够真正变成现实 不要信概念 相信自己的判断 下面再来看中国新闻网 还有香港01的消息 就是中国首次出口高速动车族 前往哪呢 印度尼夏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帮他建了一条铁路 也就是亚万铁路 亚加达叫万龙高铁 现在已经付租实践 那么中国首次出口高铁列车 中国的高铁列车 相信很多老外到中国来看的时候 都赶出 而且觉得中国的这个速度 简直太快了 高铁的速度能够达到 每小时300公里 甚至更高 这个对于有一些国家来讲的话 是不可想象 而且中国的高铁里程 可以说 比其他国家拥有高铁里程 加起来还要多 这就是中国的速度 解决了高铁的交通问题 经济才能够快速发展 经济的发展 关键在于流通 流通的速度越快 发展的经济速度就越快 要想致富 先修路啊 再来看明报的消息 这里面其实提到了很多 上次也和大家提到 就是有一些中国人呢 跑到柬埔寨 跑到缅甸 结果呢 人被扣 被绑架 然后要赎金 这些事情确确实实是 太让人唏嘘了 天上不会掉馅饼 希望各位朋友 无论是台湾同胞 还是中国大陆的 这些朋友们 千万不要去 不该去的地方 陌生人邀请 哪怕是熟人邀请 也需要考虑考虑 到底该不该去 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台湾当局呢 也在不断地去甩锅 一带一路 自己出的问题 非要甩锅 一带一路 包括中国驻 柬埔寨大使就指出 台胞如果有困难 请找我们 为什么 两岸一家亲 血浓于水呀 那么现在台湾 通过了一部法 网络中介法 但是炸锅了 为什么呢 包括蔡英文的脸书 被大家都挤爆了 不断地在批评 完全就是文字语 那么台湾 所谓的言论自由 根本不存在 通过这样一部法律 就是要限制 大家的言论自由 所以台湾的老百姓 不满意了 但既然你选择了这一位 你就必须为此承担成 我们来看下面那个消息 说的是华为 华为和所罗门群岛 签署了电信塔的修建协议 价值4.5亿元人民币 这个事情看似是个好事 但是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 美国就会出来横加干涉 为什么 因为所罗门群岛和华为 签署协议 你觉得美国能放心吗 美国能答应吗 而且前段时间 中国和所罗门群岛之间关系不错 美国就开始出面干涉 现在中国的通讯公司出面了 美国还会干涉 美国就是要在处处实时来阻止 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 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闭幕 李山任爱国会的主席 这位爱国会的主席也获得教廷的认可 这是来自于旺报和相关的消息 信报里面有一条消息 就是司马南市遭到全网的禁言 原因是什么呢 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的状态 网络并不是一个无法无天之地 要约束自己的言行 我们再来看 现在在有一些国家 有很多的贫苦的女孩 很小就必须要嫁给某些人 那么这样的女孩在不少国家 也不是一个什么文所谓文的事情 而且也确实很多 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是充满了多样性 还有一些国家的女孩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